哐到一声大概一分多钟的时候 他就把那门撬开了 就直接进入我们里屋 就听到他翻衣服的声音 进进出出大概有三四次去拿我们的衣服 刚开始的时候他身高可能不太够的 够得着我们的衣服 然后他刚开始就先拿我们那个扫把 去拿我们的那个衣服 然后第二趟的时候 他就天上拿凳子去取我们的那个内衣 集中在裙子跟蕾丝的衣服 无内是白色黑色 只要是戴蕾丝 我发现他基本上都拿走了 床头有两个比较贵一点的包 他反而没有拿 真的是想逮到他 不知道用言语怎么表达 对他那个就是谴责